每天做题,英语没问题 No.1 Does he French? 他喜欢法语吗? 那此句中出现了助动词,大字 那期后的动词一定要用动词原型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C选项,like No.2 Would you like tea? 你想要一些茶吗? 茶是不可主名词 不能用阿修士排除了C选项 而some用于肯定句 any则用于否定句 还有疑问句种 但是当表示建议或者是请求 希望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时 我们用some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A选项,some No.3 They are all good 他们都是好的赛跑者 那good,好的显然是一个形容词 其修士名词 而乱跑是动词 所以我们要把括号给出的这个词 run 变成一个名词 那么跑的名词是runner 双写字母n再加上er 而主语z又是复述形式 所以我们要与前面保持一致 正确的答案是runner 加上s No.4 He asks me the CD to the music room 他让我把CD拿到音乐教室 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是让某人做某事 或者是说告诉某人做某事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B选项 to take No.5 Look the animals 看,动物们正在跑 那此题中Look表示探 是现在进行时的标志词 现在进行时的构成是B动词 加上动词的ing形式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 学到的给老师一颗小星星吧 罷了